开发者吐槽苹果 三个漏洞仍然存在于iOS15中 2019年 苹果向公众开放了其安全赏金计划 向与苹果分享关键iOS iPadOS Marcos Twist或Watchos安全漏洞的研究人员 提供高达100万美元的奖励 该计划旨在帮助苹果 尽可能确保其软件平台的安全 在COSA IFEU强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 这位为透露姓名的安全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在今年3月至5月期间 向苹果报告了四个零日漏洞 但他们表示 其中三个漏洞仍然存在于iOS15中 其中一个在iOS14.7中得到了修复 苹果没有给予任何信任 然而iPad问的是 苹果无视这一请求 导致他们公开披露了这些漏洞